最近评论区经常有人问我 哎 一眼没见你怎么都有孩子了 现在本人亲自提摇了 我不仅是有孩子了 我孩子现在拿出来我过一周岁了 所以咱们今天就是一期 周岁抓周准备大开箱 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花膜 它的上面刻字的 就给几个小馒头 就要100多块钱 普通的东西只要赋予它的价值 它的价格就 它就上了 买了两个小毛子在驿站了 还没有去拿 抓周宴的布景风格我也纠结了好久 最后还是选择了新中世风 所以我给我们一家三口 全都配合买的衣服 也是中世风格 既高调又淡雅的旗袍 配色太好高了 而且它这个挂脖的这个领子 我也很喜欢 但是总感觉这简材不严谨 多了一块铺 这件衣服就比那件更低调了一些 我喜欢的是它这个绿色的小流苏 这样一看也还行 但质量简直 这里衬入的 可卸了这个样子 我还买了超级多 可以搭配旗袍的活缝而活 扇子形状的簪子 还他爸的衣服也是买了两个 想要极限二选一一下 我跟你们说 现在小宝宝的衣服被设计的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朋友的旗袍 红色系的想挪着头 看有没有很可爱 主要是 你甩着好 真甚是欣慰 山水风的小旗袍 还给配了她的红款长妥腕 最后又补了个金色 戴上这两个金戒指 感觉这个更有仪式感 黄袍加身 好好好 一岁一里的生日面 这个贴纸就是贴在滚簪用的鸡蛋上 在周岁上会有很多小场景 这样摆在一起就很好看 还有些同步在道的抓周袋 抓周道具 风九指 感觉只要不到那天 准备的就永远不够 希望可以给她一个很好的生日吧